再来关心今年6月 花莲吉安商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两派人马在街头飞车追逐 甚至是开枪 造成一名20多岁的朱姓男子 重担后伤重不治 而主嫌积压38天后 在父亲节的前夕交保 让死者的家属相当气愤 今天来到了花莲地检署前 下跪成情 失望替亲人讨回公道 家属气冲冲来到地检署前 要求要见检察官 还一度情绪激动下跪成情 家属越讲越生气 原来花莲吉安商 6月22号晚间发生一起枪击案 两方人马因为嫌隙 在街头飞车追逐 沿途开了十多枪 造成20多岁的朱姓男子伤重不治 只是犯案后 微信主嫌在8月5号交保 家属购买地检署完全没给交代 自己也没有出过庭 看见主嫌交保后 在社群上po照片 欢庆父亲节更是难以接受 父亲节我们在家里面 看着我弟的照片 在那边提心吊胆每一天是不是 有关家属成情的事项 本属于第一时间 已经请政风市主任 与家属面对面的沟通 那我们同时也联系犯保分会 给予家属所需要的 法律咨询及协助 如今嫌犯无保释回 家属说担心被报复 在家中安装监视器 生活也过得提心吊胆 只希望司法能够还给亲人 一个公道 这曾经也欢迎报道 还没错 谢谢大家